其他強權的實力到底如何 有幾則新聞 等一下來請教委員 有一個新聞是星島媒體裡面 有告訴大家 俄羅斯官方他們聲稱 他們射出了他們最強的 極因素的飛彈叫做匕首 他說他們已經摧毀了 烏克蘭的愛國者系統 好 那烏軍說 沒有 是我們比較厲害 我們愛國者把你們的匕首飛彈 打落了 打落了六枚 可是最後美國出來講了一句話說 沒有 因為烏克蘭本來說 他們沒有受損 美國居然跳出來說有 兩套裡面有受損一套 所以到底是誰厲害 是他們把匕首打下來 還是說愛國者飛彈 被他們打落了 所以到底誰比較強 還是各有損傷 這是一個要等一下請教委員 幫我們釋疑 另外一個包括我們現在 你說美軍的設備很厲害 兩岸如果要出戰爭 之前已經知道了 F-16V 66架來 要延遲到兩年後 就是明年的年底才會來 就現在連說我們預先買了 兩台的充電的這個電源車 吐槌 然後吐槌得很離譜 感覺好像賣冒牌的一樣 沒有相關的標示牌 也沒有完整的技術文件 型號外觀都不一樣 這不是假的嗎 從這個迅速方式感覺 好像買到假的一樣 然後更糟糕的是 昨天不是就有一個空軍的 這個阿兵哥 我們的軍方人員被電源車壓死 就從這個拖車掉下來 然後被電源車壓死 然後這段敘述更奇怪 兩輛車輸出的壓力不足 沒有辦法讓F-16發動 那不就跟廢物一樣嗎 看起來像冒牌的 然後實際的功能你做不到 這兩架多少強 造價兩千四百萬元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現在美國國防部長又說 很快會提供台灣重大的軍援 十億美元 因為一直講一直講 我已經搞不清楚 哪一批是哪一批的 然後一直付錢一直付錢 都沒有來 然後三不五時就說 我們要給你多少金援 然後我們國防部又說 這是因為要彌補我們 這個因為延宕的關係 講到後來我就已經 有一點捕薩薩 一下五億美元 一下十億美元 然後有一個最新消息 美國的F-15D戰機 因為他比較老舊 衝出了他們機場旁邊的跑道 就變成去狼狽的洗下水澡 但我比較訝異的 因為是這張這麼清晰 這麼近的照片 是美國的軍方自己拍了 而且公布他們的官方媒體 這一點台灣是做不到的 我們就是媒體在外面 想辦法自己拍到畫面 還有另外一個 中國大陸在這個月 月初的時候被拍到 他們在菲律賓的海域裡面 冒出了洞九式彈月核潛艇 這個影片一出來 有人講說為什麼會冒出來 因為核潛艇冒出來 通常是出狀況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它的位置距離關島 只有800公里 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大家討論說熱議 到底裡面發生什麼事 那他們同時間也公布了 他們內裝的照片 內裝照片一顛覆大家的觀念 就想說潛艇裡面 通常很窄 很擠 大家住得很窘迫 當然他們的會議室看起來 非常明亮 非常寬敞 然後網友就說裝備非常的現代化 委員怎麼看 第一個有關俄烏戰爭的問題 明顯的匕首導彈沒有被打下來 而是愛國的飛彈被摧毀 為什麼我很肯定這麼說 因為烏克蘭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官方的一個機構來做 我的戰報是這樣子 他是有一個地方的市長 他說拿了一個被破壞的炮彈 他說這個就是匕首導彈 很多軍事專家講說 那怎麼是匕首導彈 那不是 所以這第一個 所以可能是網紅等級的市長在做宣傳 所以這個是烏克蘭的一般的媒體 故意在那邊製造的 確實沒有 因為這種匕首導彈 一個很大的特性 只要一觸發攻擊的時候 它的最前面的彈頭 它是一種玻璃纖維做了 就會爆開來 所以不可能像它拿出來 而且形狀不一樣 形狀太胖 不是那個樣子 這個愛國的飛彈被摧毀 連美國都證實了 所以我們也不能幫他說什麼 美國是很客氣 但美國口氣還說 我們沒有全部被摧毀 我們只有摧毀一半而已 你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不過從技術上來講 愛國澤飛彈 也沒有辦法燃基因素的導彈 還沒辦法 所以我們台灣的時候 愛國澤三型 沒有辦法燃解放軍的基因素導彈 解放軍這邊很多 而且精準度比匕首導彈更強 它的技術比美國還要先進 沒有 比俄羅斯 我不敢講美國 我沒看過美國打過 我只說比匕首導彈還要精進 還要先進 所以這個必須我們放進來 我們的戰爭的思考的 至於解放軍的潛水艇 那是他在做宣傳 解放軍的內裝的確不像俄羅斯的 潛水艇裡面 那種鋼鐵倒是不太舒服 弄得是比較狀況好一點 但是解放軍雖然說浮出來給大家看 有一點在展示的現象 他不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解放軍的核能潛水艇的戰略導彈 數量不夠 跟美軍比數量不夠 差太多 第一個數量不夠就是幾艘的樹木 可以動員的出來美軍比解放軍多 第二個就是說 每一個潛水艇裡面可以發射的 戰略核武器數量比較少 所以每一次美軍在做 大概知道他差多少 大概差三成以上 三成 所以美軍每一次在想說 兵推到最後 產勝是因為我們的 有比較多的核能潛水艇 靠這個撐的 所以我們就follow這個理性的判斷 因為至少解放軍數量 也真的比較少嘛 再來這個其他的這些議題 委員請教一下 包括他浮出來 讓大家不經意的拍到 因為其實你要不經意拍到 也蠻難的 他不是不經意拍到 故意讓你拍到 所以也是宣傳的一環 他在宣傳嘛 現在解放軍空軍也在宣傳 陸軍也宣傳 連火箭軍也在宣傳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 最近那麼安宣傳幹什麼 所以他真的是在做大內宣 大外宣用的 你看我的潛水艇隨時都可以在 可以開到這麼遠 離關島800公里而已 不過那核能潛水艇哪裡都去得了 第二個不要忘記 他前幾天山東建人做蠻大的宣傳 還有那個你看我們飛機起降 多厲害 他都派給大家看 沒有錯 解放軍真的是 既這個戰力是一越千里 但是最好還是要用和平 來處理很多的問題 理由很簡單 因為現在大陸上 你只要看一件事情 他現在的外匯準備 都還是用美元所持有 三兆多裡面 有將近75%都是美元 如果美國這樣 臉一拉對不對 所以委員說真的打起來 其實還是會受損很多 當然經濟上馬上被沒收兩兆多 一艘潛水艇也不夠一百多億美金 那兩兆多可以做多少 二十艘航空母艦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